聽說一個月做外送員月薪 來到十萬塊 是真的嗎 大家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做這個 既然就這樣子 這個外送的服務 可以一個月十萬塊 那很多人就在二十二K 三萬剛剛講四萬五萬之間 搏鬥 很多人就五萬就是高薪了 那外送員可以月領十萬 以前你有想過嗎 這是很多鄉民在熱議的話題 我現在來問一下大迷 你也PO了這個文章 引起非常熱烈的回響 對 大家都開始想 這是真的嗎 還是唬爛文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唬爛文 因為我當時候這個 這個PT上面熱議之後 就有很多媒體報導 然後連我都懷疑媒體 是不是造假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有一天 我們家門口有個外送員 我就立刻逮住他 我就跟他說 請教一下 那個真的一個月可以有十萬嗎 我預期他的答案是跟我說 那都跟人噴的 怎麼有啦 結果他就跟我說 有啊 可以啊 很簡單啊 很簡單喔 然後我就整個想說 現在是怎樣 怎麼可以有辦法十萬 然後我就 本來我要出門 我突然就開始跟他做採訪 我就說那怎麼樣才能夠到十萬 他說其實你只要 譬如說月休只要四天 月休四天 對 然後工作十六小時 一天十六小時 就可以 但是他跟我說 這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我就說有多累 他說以這樣的天氣 因為最近超熱的 對 然後你就滾倒了 對 他說你這樣拚的話 十萬 大概你拿兩個月之後 你就會想要休息一個月 啊 對 對 因為太累了 嗯 然後再來他就說 他說像他是有經驗 所以會 會有經驗 我說什麼叫做有經驗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以前是做那一種 幫人家 開路邊停車的單子的 然後我說 那有什麼關聯性嗎 他說有 他說因為他以前的工時 可能都要到十小時 所以他比較習慣 他比較習慣這麼常 還有在太陽底下 然後他說 那我說你這樣子可以賺多少 他說一個月六七萬 但是也讓我嚇到 因為我沒有想過說 那個開單元可以到六七萬 然後他說 可是同樣的工時 做那個外送食物 可以到十幾萬 所以他就決定跳槽 不過聽起來很辛苦 很辛苦啊 做兩個月要修一個月 所以二十萬除以三 六萬多 對 可能要去按摩做一些復健 通口幾口